每一個選手都一樣,他面對的不一樣的選手都會針對他的一個 無論是強項或是他的弱點,來做一個想辦法在過程當中 或是要得分,或是防守 在八強賽的時候,對手先得分 那當然我有提出來一個抗議 但是因為我們的國道部分的話就是沒有抗議的這個事情 那這個也會影響到他後面的一個狀況 到最後的時候,永遠跟永山的部分的話 那我覺得他剛開始就是整個過程其實都表現得還不錯 那最後當然是對手得分 我想也是他要積極的想要展現看能不能突破他的一個攻速 很可惜的就沒有在過程當中最後被對方的 所以這個比較可惜 那沒辦法就是說比賽就是這樣 他心情當然是比完賽沒有拿到一個好的成績 他也會有一些壓力 就是說他本身的話有在調適他的一個狀況 我想當教練就是陪著他給他時間給他空間 然後再看未來他怎麼樣去面對他下一次的比賽 就要沒有了 沒有啦 好 好 其實是我來是雞琉琳給你的姐姐 阿燕 阿燕 我覺得還是在當天的狀態 因為每個選手都真的都是伯仲之間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不一樣的特色跟摔法 還有他們的必殺技都不一樣 但是你要怎麼去運用智慧 然後從比賽 像是從現在開始的訓練 每一場的訓練都是很關鍵的 因為很有可能這東西是你可能沒有去注意到的 很有可能在那比賽場上就會發生 所以我覺得就像剛剛提到的 你要在現在的每一場訓練裡面 都要去模擬很有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因為現階段差不多那種奧運排名的那些選手 其實都已經差不多知道是哪幾位選手 因為現在還沒有公布 但是我覺得都會有一些小道消息知道 到底誰會去 對 那基本上都是會有對戰過的 所以其實我也很感謝 這麼多比賽 然後去比賽 然後可以去 因為前 應該說前面兩三戰 其實真的都 剛好都是遇到那些沒有遇過的選手 這就是我當時的一個想法 跟我跟教練的策略 就是不要去想太多人 就是一場一場比 然後去盡量的能跟到很多不同的選手出來 這就是我們當下的 當時的目的 對 那現在就剛剛好 就都是這些有對戰過的 那我覺得 對我們來說 就會是一個 在做功課上面 就會有很好的一個方向 但確實你是戴起了柔道的這一個關注 跟就是很多小孩子現在也在練柔道 你現在可以欣然接受柔道男神這個頭銜嗎 我們還有柔道女王耶 對啊 真理學姐 對啊 所以 應該他可以我也可以吧 對 對這個三十幾天後的柔道男神說 就是 盡你的所能 然後去 上場 然後 就是 不要給自己壓力太大 然後 就是 我覺得 不管輸贏 就是 我很享受在這個過程 就是 從準備到 不能說從準備 應該是說從 踏入國家隊開始 那有沒有想要對支持你的粉絲們說 他們要怎麼樣 其實我一直以來都很謝謝這些粉絲 就是 沒有太 因為訊息太多 我也沒辦法一一的回覆 所以就是 有時候看到會覺得 真的會心會暖暖的 就是 會覺得 尤其是 失敗的時候 很挫折的時候 看到這些加油神 真的會覺得 還好有這些人在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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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